高兄弟 这几天手气不好 你就再借我二十两吧 先把前几次欠我的钱还清楚再说 你借了钱总是拿去赌 每次都输得精光的 我是不会再借钱给你了 前几次是我运气不好 这回肯定能时来运转的 就再借我二十两吧 我一赢了钱 保管双倍还你 高兄弟 求你再借我点吧 就二十两 要不十两 五两也行 你别做梦了 以后你别想从我这借到一分钱 你快走吧 没钱翻本了 好你个高国泰 一点都不念邻居情分 你够绝 你快 我又不被人发现了 新龙绸缎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绸缎铺啊 卖掉的话可以值不少银子呢 不行不行 要是被衙门抓到可就说不清了 有了 高国泰 你不仁就别怪我冷儿不易 看你这下怎么办 大半夜都鬼鬼祟祟 大半夜都鬼鬼祟祟 骇人终骇集啊 高国泰 开门开门开门 高国泰快开门啊 开门开门 高国泰 开门开门开门 开门开门开门 谁找我呀 你是高国泰吗 是啊 有人报案说你偷了兴隆绸缎铺的段子 我俩奉命前来搜查 我 没有没有没有啊 少废话等我们查到了 你就死定了 那边那边都仔细找找 蔡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仇怨 凭我多年的侦察经验 小偷是不会把偷盗的东西藏在屋内的 在那儿 一而易见有我胖阿三在没有寻不到的证据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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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明是有人在陷害我 说不清楚的事我还是奏为上吧 老鼠点 老鼠点 走 走 怎么回事啊 小星龙断电的 谁给抓到了 应该新来的知府办事叫声坏 太阳子是个好官 难染犯高国泰 走 走 跪一下 高国泰 有人目击你偷了星龙断电的段子 一刻之醉 大人冤枉 证据确凿 你还想抵赖 我武兆奎自从围观以来 还从没断过义庄原案 来人呐 带证人 啊 是你 小人冷二叩见知府大人 听闻您执法公正言明 来 好了好了 废话少说 把你昨晚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是 小人是高国泰的邻居 昨天晚上小人刚好路过他家门口 看见他鬼鬼祟祟的抱着两匹段子进门 后来我又听说星龙断铺被抢的事 正义感一发作就来报案 看那书生一表人才 没想到竟是个贼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这家伙说假话都不打草稿 真是不知羞耻 冤枉啊大人 人证物证俱在 你还想狡辩 来人呢 加棍伺候 这个知心 断案如此草率 不能让书生受冤 啊 看你糟还是不糟 书生实属冤枉 若想知道真正贼人是谁 一个时辰后孟家楼哪有 天降神机 如此蹊跷 必有隐情 慢着 先将犯人扣押 而后再审 退堂 大白天还关着门 果然是有内情 开门开门 我要住店 开门 没房 今天不做生意 快走吧 诶 我这背着一大袋的银子沉死了 都压得我走不动路了 再说 天都快黑了 这钱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 要是被人抢了怎么办啊 长老 我们这儿还有间上坊 快请进 请进 是吧 那太好了 送上门来的肥肉 这位长老 背着这么大一袋银子 累坏了吧 是啊 是啊 您这么大一袋银子 少说也得一百两吧 不多不少 整整一百两 一百两 这回可发了 现在轻松了 不怕被抢了 长老 看您也累了 我就给您去准备点韭菜 您吃完了好休息 好好好 劳烦您了 稍等片刻 和尚 进了我们孟家楼 算你倒霉 哇 好丰盛的韭菜啊 好 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果然要力强劲 一百两 这可是我们孟家楼开张以来 做的最大的一笔买卖啊 和尚 怪不得我了 嘿嘿 这下你逃不掉了 嗯 和尚都大难临头了 还说梦话 快点快点 不能让那贼跑了 孟四雄 衙门走一趟 我 我可 我可是良民啊 柔力拿着刀 还说是良民 老实的 大胆 大胆孟四雄 还不会从十招来 这是在你孟家楼找到的 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不想受贫肉之苦的话 老爷 我招我招 星龙绸缎铺的段子是我偷的 前几日我去那里买段子和断店老板吵了几句 这口气咽不下 于是晚上便带了几个伙计 偷了他十几匹段子回来 嗯 算你老实 如此说来 大胆棱儿 你是在诬陷高国泰 你认不认 我 我认 高国泰不肯借我银子赢回赌本 所以我怀恨在心 昨天晚上刚好在地上捡到他们掉的段子 一是便想栽赃给高国泰 求知府老爷饶命啊 小的知错了饶了我吧 按照我朝律法 冷儿以诬陷罪判入牢六个月 孟四雄以盗窃罪和金银黑店双重罪行 判入牢两年即可执行 我果然英明啊 大人英明 大人英明 先知府大人 大人英明 我娘早就教育过我 千万不能做坏事 我怎么就没记在心上呢 我娘也这么说过 多亏了那张从天而降的纸片 天诛我也 天诛我也 这集我就不出场暴露身份了 留点神秘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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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